来我这样说啊 这个单弓断啊 分两种啊 第一种呢 就是用一个弓 直接把结果断出来 这个呢 大多呢 用于初学者啊 那可能全盘断吧 没思路 直接单独拎出一个功来 反而好断 一会儿我会讲怎么断啊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比如 我们用这个数字啊 现在不是经常用手续号的后六位 或后七位起门局吗 其实起的就这个局啊 就起的这个单弓断的局 这个手续号码的 咱不讲了啊 咱之前那个师操课里面讲过 那再一个呢 咱有号码能量一个体系课 你直接去用八星段就行了 你还把这个数字拆成奇门局 怪费尽的 当然是可以拆的啊 就是可以把这个数字 拆成一个单弓的奇门局 你去断 也能断 也能断啊 那所以呢 但这个单弓断第一种呢 就是你通过一个弓啊 直接把这个事断出来了 这是一种啊 第二个单弓断呢 所谓第二种单弓断是指啊 但不是一个奇门局都出来了吗 对吧 那整个奇门局出来了 那你要去分析这个功力的符号啊 不管是形容人 还是形容这个事 还是形容这个物啊 你的思路是什么啊 这是其实第二个单弓断的意思啊 今天的两个都会讲啊 来吧看第一个啊 第一种单弓断啊 第一个单弓断就是我们找的一个工啊 通常呢 要么呢 要么呢 就用日干 要么就用时干啊 那也不一样 嗯 有个人还有年病的 都行啊 不管怎么样 哎 我们找出一个工来啊 找出一个工来 然后呢 神 星 门 干 啊 他都有所代表 这个神呢 从六亲上来说啊 他会代表着长辈 啊 如果是在企业里面呢 他会代表领导 那当然也代表呢 贵人和神灵啊 这个神灵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形能量的加持 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大事啊 就是大大格局大环境是否有利于你的意思啊 这是神 那星呢 啊 首先如果在六亲关系里面 注意这个地方啊 配偶同事啊 和朋友 这个同事和朋友呢 更多的啊 同事和朋友更多的 比如说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啊 或者在企业里面 你看人家问了什么事 你要人家问了六亲关系 你就你就往配偶上断 那有的时候呢 他也会代表什么呢 这个兄弟姐妹啊 兄弟姐妹 你看他什么情况 你就根据当事人的问话 你就这样啊 总之吧 这个星呢 会代表跟自己平辈人的一个关系啊 那也在企业里面 他也会代表直属领导 啊 这个清晰啊 而这个门呢 就代表自己 就代表我自己啊 没声音吗 你稍微跟一个啊 没声音再说 这个天盘杆和地盘杆啊 会代表着子女 或者是下属 啊 你看他问什么了 六亲里面他就代表子女 如果在企业里面呢 代表下属 啊 也会代表自己的晚辈 而这个功呢 哎 代表着大环境啊 注意啊 这个环境啊 是具体的环境啊 具体的环境 你看这里面 这个这个也是环境啊 叫大环境 你可以理解为大势 大的走势啊 那这个具体的环境呢 你可以理解为 哎 他住的地方啊 或者是这个啊 单位啊 啊 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里的大环境 大趋势和这个单位啊 哎 这写重了是吧 啊 大环境大趋势啊 大环境大趋势 单位加啊 这个功啊 更多的会代表着 呃 具体的 啊 外部环境啊 而这个 这个是神灵这个意思啊 更多的代表着一个大的趋势啊 那好了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段啊 就是首先我们知道神星门干 公代表什么含义了 那我们还要知道一个东西啊 就知道他们的五行 啊 五行啊 那我们知道五行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一个深刻关系 那比如啊 以右边这个图为例啊 你看人问什么事了啊 你看人问什么事啊 假如啊 当时人问的是一个企业里面的事情啊 比如说我有个项目想做呀 你看这个事能不能成啊 就把人问了是吧 首先你要明确 人家问的是一个企业里面的一个事是吧 或者是工作的事吧 咱们说企业里面的工作的事吧 工作的事 现在有个项目 我在我在做 能不能成啊 那我们看了 这个神 天是吧 九天 九天五行为什么 为金吧 对吧 我是谁呢 我是谁呢 经文 修圣上渡 经死 经开 经的五行呢 也为金 啊 那第一个星期就有了 首先我干的这个事 我的领导 跟我什么关系啊 金和金 是闭合关系 对吧 那闭合 为帮扶 说明呢 我跟领导的想法一致 领导呢 愿意帮扶我 从大的格局和环境上来讲呢 也支持我 也有利于我 对吧 那么再看 那我的同事 或者是我的合作伙伴 那对我怎么样呢 天任性 无形为 土 那就是土生 金 那也就意味着 我能够得到 我的合作伙伴 我的同事的支持和帮助 而且声的力量更大 就有一种那种万人拥护的感觉了 冰冰 火 那意味着什么呢 就我的下属 或者这里面就如果他要是一个 比如销售类的项目 销售类的项目 这是您可以理解为什么客户 我下面的人吧 如果他下面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 怎么说就是下面管的人 他有的时候也会代表客户 那客户 对于我是什么态度呢 我客金啊 那不但买账 不买账 那或者下属对我有意见 又有火又有金 这个经文代表口 加上火 满嘴里放火 有可能就争执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局部环境 再落对宫是吧 落对宫 也就是说能够得到单位 或者是当地的支持 你比如他搞活动 他肯定要要选个厂 厂所吧 啊 哎能够得到厂域的支持 那所以整体看下来呢 虽然啊 他的下属 对他有一些微词 客户呢 不是他买账 但是整体格局怎么样 对他好吧 就跟就跟投票似的啊 少数服务多数 那这个事基本就断出来了 你最终起码能给人结论啊 这个事虽然一开始啊 下属不打听话啊 或者说这客户一开始不太买账 但是最终呢 结果很好啊 整个环境有利益 你可以做这个事 那如果要是测六星管型 那这就代表着父母了 啊 父母长辈了 那这些就是伴侣了 那你要测这个人的话 哎 能够能够得到父母的帮助和支持 那你的伴侣对他就更好啊 如果是当时人是个男士 那媳妇就忘乎 对吧 如果当时人是测的是个女士啊 那就是说明他对另一半好 另一半对他好啊 男士对女士好啊 但是呢 像什么子女不是太听话 他就像断子女啊 因为这是当事人吗 这是永远是当事人啊 就是本人啊 当事人本人 那就是说 就看出了他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公呢 啊 会代表着当下处的环境啊 主要是这个五行 和他们之间五行的一个对比关系啊 当然你也可以用他去测啊测啥呢 比如说吧 这个手机号码啊 手机号码拼 拼出这么个格局来 你就看吧 就天啊 这个上面的是吧 或者是挂挂在上面的东西啊 丙丙丙丙是火 呃 代表文化 丙也是弱电类的东西 弱电类的东西 也代表文化 政见 火 政见 天任星 黄的黄色的 金门发声的 啊 啥东西啊 在对宫 那这你就直接可以断 如果这是个手机号码里面断出来的啊 那你就直接给他断一下 你家 你家正锡 对宫正锡吧 你家正锡有个电视机 而且是挂在墙那种电视机 对吧 这不就出来了吗 这怎么断出来的吧 因为九天是是是上面的吗 他肯定不是放在地上的 对吧 你就挂上面的吗 然后丙丁都为火 代表文化 代表艺术 代表这种电类的东西 经文能发声 那不就是电视机吗 你跟当人核对一下啊 说不定也是别的 别的别的电器 它也能发声了 有很多啊 空调有时 它也发声 风扇 它也发声 那不大像风扇啊 有可能是空调 那就这么断啊 这单工断啊 这是第一种情况啊 这种情况用的很少 非常少啊 因为咱们啊 基本上就是全局断 但是这个思路呢 你要知道啊 很多时候也能用得着 什么时候用得着呢 刚才说这个手机号可以用得着 啊 还有一种就是用时间起起局 就咱咱咱现在吧 有排版软件是吧 你直接用这个呃一点 用现在的时间就起了一个奇门局 是吧 就这个就比较方便啊 但同时呢 你其实可以用时间起局啊 就是你现在比如说 那是什么时间 害时啊 就害时你落在前宫啊 这个这个前宫就有了啊 然后你再根据时间这个人物问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排出来啊 这是一种方式 但咱们重点不讲啊 咱不不讲这个这这一块 重点讲第二种啊 重点讲第二种啊 第二种单工断 这个单工断呢 是指什么呢 是指你起出一个清盘来之后啊 咱们在找用神是吧 你比如说咱们找一个用神 呃我啊 比如比如说面侧日干 是我对吧 哎描述一下吧 哎这个人什么状态啊 什么情况 你比如说你测一个东西 你找东西是吧 那时干代表东西找东西 哎落这了啊 首先你这个东西在西南是吧 啊 这是什么状态的呀 什么样子的呀 啊 比如说我伴侣啊 这个合干不是伴侣吗 你看这伴侣 哎什么特点啊 什么特质啊 你这个描述出来 啊 都是用这种单工断的方式啊 那我们现在呢 是以人啊 作为研究对象 我们去看这个这个工 我们怎么去分析啊 注意啊 一个工出来之后啊 你不管在什么工里面啊 我们会分神 星 门 然后天盘杆 地盘杆 工 对吧 这没问题吧 好了 那当我们看到一个工位的时候 我们先看天盘杆 先看天盘杆 因为天盘杆代表用神 然后 这里有一对阴阳 他呢 代表阳 他呢 代表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描述这个人的时候啊 比如说 哎 这是个饼 对吧 你顺着这看啊 比如这是个饼 比如当事人用神就是饼 那我们说 哎 你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 那这饼的含义嘛 对不对 热情似火的人 同时呢 有的时候把管管不住自己皮肩啊 融发火 这是他外在的呈现 这是阳的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呢 这是阴的部分 那就是内心的一种状态 就是这个实际上这是个什么人呢 哎 这是一个盯着的 那盯着什么 认真是吧 代表认真 代表着有钻劲 有的时候有点认私利 这都是这个人 那如果两个对比起来的话 或者两个有冲突的话 以谁为准呢 以地盘战为准 为什么 咱一直讲啊 就阴 大于阳 对吧 这是在描述他啊 那我们回来了 当我们找到一个用神 天盘杆的时候 找到了是吧 那他就是名词 名词 那剩下的这个神 星 门 地盘杆和宫 都是什么 形容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测人啊 测人 哎 这是个饼 这个人是个饼 刚才说了 热情速火了 容易发火了 哎 这个饼 那这是个名词了吧 那就这个人就是 这就是这个人啊 这个名词啊 好吧 那什么样的饼呢 九天的饼 天任星的饼 京门的饼 丁的饼 落在对宫的饼 也就是说 外面这一圈啊 都是来形容他的 那具体 我们来看啊 神 会代表这个人的思想状态 我们经常举例子啊 九天 九地 两种状态 九天的人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人啊 状态好的时候 至存高远 那状态不好呢 就好高无远 啊 反正吧 人家跟天有关系 啊 这个肯定跑不了 你但是 你个九地的人吧 踏实 坎战 那状态好的时候 状态不好呢 默默无闻 有个时候有点 拖延症 那这是 这是个神 代表这个人的一种思想状态 这个 这个星呢 会代表着 这个人的性格特质 那比如说 天任性 那一直说啊 天任性 而任劳任业 这个人做事 他当然啊 也会代表着什么呢 啊 也有 也有拖延症的意思啊 就固执死板 你说天鹏星 啊 代表这个人 性格特质 你就跟猪八戒似的啊 好的时候呢 啊 也是属于那种 啊 敢 敢想 敢干 敢做 敢为 能力强的人 啊 状态不好呢 啊 胆大 好色 容易涉险 哎 这是 这是 形容啊 从性格角度 去形容这个天堂感 门呢 会代表着方式方法啊 或者领域啊 因为我们说八门啊 主人士 八门主人士呢 往往会代表这个人啊 他的一种行为模式 就是他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事情 啊 做事的方法 嗯 再有这个引干啊 引干是目录啊 啊我们回头啊 再讲到实际案例的时候 我们再讲这个引干啊 你知道这个这个意思就行了 那功呢 啊代表外在环境 代表平台 那当然也可以用来形容它啊 就什么什么功里面的天堂感 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咱们还是按按这个例子来啊 拿这个例子说事了 假如这是个饼啊 就是当事人是饼啊 用神是饼 用神饼 那第一句就有了啊 哎你这个人啊 对人啊叫什么热情似火 那那往好了说啊 你往好了说 你要熟人吧 你就说你 你反正你说的可以稍微直接一点 你让人压不住火啊 让你着急上火啊 你要是不是很熟吧 你就往好了说啊 你热情似火 对人很热情是吧 好了 剩下的就开始了 九天的饼 天人星的饼 井门的饼 钉的饼 对公的饼 你开始呗 啊 捋了啊 九天 哦 说你这个人啊 临九天了 代表呢 你的思想非常高远 啊 但是吧 有的时候吧 有点空想 啊 想的很大 想的很波澜壮阔 但是呢 啊 不一定就能落地 啊 九天的饼 是吧 天人星 你这个人做事啊 很踏实 啊 就形容他们 其实吧 同志们 你如果要是从九天啊 你要从九天和天人星 这个事上来来解的话 你就两个 两个思路啊 什么思路呢 第一个呢 他会代表着这个人啊 哎 有很宏大的想法 同时能够落地 对吧 这状态好的时候 那就很厉害了 对吧 人想法很宏大 又有任劳任命的这个劲头 你这是肯定能干成啊 但是如果这个能量低的话 咱们就得反着断了啊 反着断就麻烦了 就代表什么呢 这个人吧 好高无远 做事呢 还容易 拖沓 啊 因为任了这个天人星 他会代表着这个任劳任怨 同时还代表着这个死板固执吧 啊 做事他比较拖沓 所以呢 你可以解释这个人吧 空想的比较多 真到做事的时候吧 有突然症啊 真到做事的时候吧 没动静了啊 就正反两种办法 啊 就看能量高低啊 看状态啊 能量高低 那经文 那经文 那经文代表什么呢 你看到经文就是嘴啊 对吧 就是口 就是口舌啊 就说话 所以他应对事物的这种态度呢 经常用嘴解决啊 当然经文呢 有惊恐的意思 这个特别是一个终身局里面有灵经文啊 就本位灵经文的时候 就他的用神灵经文的时候 常常常代表这个人呢 做事比较谨慎 啊 因为惊恐的人 他为什么惊恐呢 他总怕有意外 啊 所以呢 做事会比较谨慎啊 当然呢 有的时候呢 也会出现这个谨慎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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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 当然咱现在是教学 就一条一条一条 咱细着断 实际上你在真正断绝的时候 你不可能拿那么多时间 我一条条给你断出来 咱们会取个什么呢 就交叉取向 交叉取向什么意思 叫做抓大放小 什么叫抓大放小 你看咱们要找共同点 第一呢落对拱 又是金门 还连了个九天 是不是都是五行为金呀 对吧 你就往金的方向断就对了 咱讲金木水河土了吧 五行的时候讲了吧 你往金的方向转了 你这个人吧 做事挺直率 豪爽 为啥呢 交叉取向 三点乘一线 这个三注意啊 不是不是只有三的意思啊 是多的意思啊 就是还是少说风多数 啊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方法呢 就是用 我说的这第一种方法 是指用五行啊 你看里面 这一共这么几个符号 仨这个金了 就你就可以往金的方向断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呢 用相义的方式去断 你看 饼钉火 啊代表性的急 对不对 这个经文呢 代表口舌 代表争执是吧 又是对公 一直说 就是就是嘴里面有火了 所以也是一个容易争辩的人 你说他是不对 没有 你说你不是什么呀 就是总是跟你五里变三分 啊 这样一种特质啊 这块能清晰吧 啊 就是这么来的啊 朋友呢 这是这这咱说这是断人是吧 断雾 断事都一样 刚才不是断了个雾了吗 啊 零九天就挂天上的 天人性有可能是黄色的 或者是这个跟 在墙面上的 天人性为这个土嘛 对吧 在墙面上的 或者是天人性 还代表弯着的 对吧 这攻着背的 经文代表发声的 你凑呗 你凑一块 哦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有可能是电视机 你在正细有个电视机 啊 这样去断啊 来 我讲到这儿 有没有不清楚的 有没有不清晰不懂的 那听懂得扣一听不得扣啊 就整体的思路就是 神心门地盘干 多个工 都来形容天盘盘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什么什么样的物 什么什么样的事 啊 就这个意思啊 行 就明白了啊 来 接下来咱实操一下吧 这是咱同学发的一个终身句 啊 没事 这个就多练就行了啊 悠然说 听着 听老师讲的 分在明白 离开老师就玄武 就是练 时间长 就好了 这个啊 这个咱们实操一下 这是咱同学发的一个终身句 发完终身句呢 人家什么都没问 啊 啥也没问 我啥没问 你下次 其他同学 你要是有 那个发终身句 或发什么句的 你最好问问啊 因为今天呢 咱是正式开始讲 讲局 就是讲这个 这个这个 怎么解决啊 咱呢 就用人终身句 那都讲讲啊 什么事业 财运 经常感情 都捋一遍啊 开始了啊 首先 这是一个终身盘 终身盘呢 日干 代表当时 对吧 好了 实操了啊 日干落哪了呢 我们找天盘干的 庚在什么位置 找找找找一圈 发现哎 天盘干 落在了 前宫 好了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前宫的 整个宫 就是 当时 走到这 不能清楚啊 好了 根据咱今天 学的内容 咱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什么人啊 庚的人 哦 那什么的庚呢 玄武的庚 天中心的庚 渡门的庚 鬼的庚 那 前宫的庚 啊 这是第一个思路 大家自己有个框架啊 然后我们开始了 庚 我这么写吧 这样写的太小了 庚 代表什么 人有能力 或者能力强 有一条 那当事人在吧 那在哈 我虽讲你可以反馈啊 咱俩 咱俩之前不认识吧 我虽讲 虽反馈啊 这是什么 这是天盘干 是吧 代表羊 是吧 那还有音呢 音代表鬼 那鬼 什么呢 跟鬼的跟 啊 那鬼代表什么呢 那这个人啊 心思很细腻 心思细腻啊 之前咱讲过啊 鬼代表思想 代表网络啊 同时啊 同时 有好的坏者 咱都说啊 也不然都是咱自己同学 咱俩为了学习啊 好的坏者都说啊 这个 心思细腻 同时 这个鬼呢 代表网络啊 有的时候啊 就是自己吧 就陷入到思想的困局里面了 啊 自己掉到这个思想的困局里面啊 老出不来 啊 这是第二个状态 出来了啊 继续啊 来吧 玄武 啊 天盘干地盘干都有了啊 玄武 啊 刚说呢 还有同学说玄武 玄武是代表迷糊是吧 那个不清晰 那你不用说你这个人不清晰 迷糊是吧 啊 实际上啊 根据我的验证呢 林玄武的人啊 他并不是不清晰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直会找方向 找方向啊 就是他会想 哎 我这个事我今天怎么做 从大的格局上来说 比如说哎 我这医生该怎么走 啊 我这个事业该怎么经营 我的婚姻该怎么经营 然后呢 这个到具体的事上 哎 我的限制的123456 哎 这个事该怎么弄 但是啊 林玄武的什么 往往是什么的 找完方向 接着又迷糊了 哎 我这个方向是不对啊 我是不是应该再调整调整了 啊 所以他会不断的孕育出新的想法 然后把过去的想法还掩盖对 啊 就是一种经常找方向 找目标 然后呢 不断的迭代自己的方向和目标的一种状态 啊 这林玄武是这样啊 他的一种思想状态啊 然后填充性 那其实林玄武的人特别善于学习啊 这是玄武的一个特点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怎么讲的 就是能力和知识去填充自己 让自己在未来的方向能不能更加明晰和更加明确啊 是一个善于探索的人 这也是玄武的特点啊 天充性 天充性是林 他的原始工位在这个镇谋啊 天充性呢 本身会代表这个人呢 比较直 啊 直来直往 那有啥是不藏的椰子啊 是直来直往的一个人 有事吧 想起来这个事该干 他就出他开始行动开始干了啊 是个比较直率的人啊 直率 哎 度门 那度门我说八门主人是 度我们之前讲了度这个技术啊 技术 代表遮盖是吧 其实度门的人啊 他有个特点啊 就什么 当他遇到 度门还代表着阻隔啊 阻隔 阻力吧 他在做事的时候啊 有个特点 就是当他遇到了一个阻力 阻隔的时候啊 他不是那种 怎么说呢 给你公开对着干的 如果是商门的人 他就给你堆着干啊 这个度门的人 他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我不给你正面通知 我呀 关起门来 加强自己的内功 我早晚超越你 啊 是这样一种特质的人啊 所以他的一个形式风格呢 就是我有可能就 壮事端卖 比如他在做一个公司的时候啊 他要比如他经营公司做一个事 啊 实在过不去了 怎么办呢 我宁可壮事端卖 我加强自己的内功 增强自己的技术 然后我一点点 我早晚把你干掉 啊 是这样一种特质的人啊 不如我前功 啊 天行见 君子也自强不息 所以你就 你就 都出来了啊 都出来了是吧 好了 这些都是他 那这些都是他 我们就要开始什么 交叉取向了 交叉取向啊 前功的他 然后呢 再找他 耕他 这不就俩了是吧 那这两个就说明问题了 就说明 这个人一定会有 这种钱的含义 有这种耕的含义 那他俩都有个共同信息 叫什么 叫要强 啊 这人是比较要强的 啊 而且呢 有能力 有能力强 啊 做事不说书 这是 肯定是有的 啊 再来 玄武和鬼 对吧 他俩有一个共同含义 啊 就是容易陷入到自己的 思想的困惑里面 所以你可以理解 比如说在找方向上 在这个 思索探索人生上 啊 他都会经常在 问为什么呢 怎么回事呢 啊 这是他的一种 内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啊 所以这个肯定也有了 啊 就思想上的啊 思想上容易陷入困局 那再看了 天冲性灵度门 那这俩呢 都五行为目吧 一个阵弓 一个训练 啊 所以这里面 啊 也会代表当时人有这个做事的一个认劲 能听一下哈 我你说引干啊 你说物是吧 物一会再说啊 那 基本上这这一堆出来 你这个人就形容出来了 就很清晰了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 什么样的人 啊 来再说一下这个物啊 有同学问到物了 物呢 是引干 引干呢 代表着 这个 你可以列为修饰 啊 或者是一个所以啊 物是不是代表钱呀 啊 在外面啊 在这个人的外面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啊 你可以理解为有四方钱啊 哈 同时啊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人 其实这一生不缺钱 那都有这个含义啊 因为钱 钱打开就是他 钱打开就是他 啊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啊 在里面 一会儿呢 我讲感情的时候 这个物还会用到 啊 别着急啊 还会用到 如果假如啊 假如啊 假如这个物在里面啊 嗯 放哪里不合适 感觉是 如果在里面 我你假如一下啊 我们更多的啊 会看这个 羹 和这个 天冲星和渡 为什么 啊 很简单啊 很简单 因为 人家是在精英的宫里面啊 又是羹 渡和渡和冲 又是木 啊 就是 少数服从多数 他物的特质不明显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打了 比如他俩换换位置 这个也不辣合适 因为地盘 因为地盘杆比较特殊啊 地盘杆有的时候 他影响的因素很大 因为音大没影响 你换别的也不合适 你这么理解吧 就是这个 即便这个物不是银杆 他在里面 我们要交叉取向的话 也是少数服从多数 啊 我想说明这个文章 就形容他的时候 当然你看 他这个物在这儿 其实就很好 啊 代表私放钱 还代表着 这个有挣钱的能力啊 这个人能力这么强 就可以把钱拿住 当然我们断财运的时候 我们再具体再看啊 看完本宫 看对宫啊 对宫呢 是对本宫的 不是说明 我们不细看了啊 你要这么看下去 这些课别看别的了 咱们再看着别的 看着别的 看什么呢 想看什么呀 当时想看着啥 看婚姻嘛 什么东西说是吧 事业行 事业也看啊 事业才运 行 都给你看看啊 先看婚姻吧 我看完了之后 再跟你说这个生意 我先问一句 你结婚了吗 当事人今年这是32了吧 不要自以为是啊 有的人32没结婚的啊 有的人1445都结婚的 这白里不通风 千里不通俗 有的民族人家13次就结婚 那我们看看啊 那感谢一下咱们同学啊 就是当小白鼠了 来 我们看婚姻的时候 我们看什么呢 这个 当神是耕吧 乙庚是不是和呀 对吧 所以呢 他的另一半是乙啊 那我们知道了 这乙的这个落宫 就代表他的 另一半了 另一半 那我们看了 这里面会有这么几个信息的呈现啊 第一 这是更宫吧 这那是前宫 从大的生客角度来说 是不是土生金啊 这是生吧 那会代表呢 那这个男士对这个女士啊 你简单说吧 对女士好像挺好 起码 这个男士 在表现行为上啊 这个对女士比较主动吧 这是第一个信息 有了是吧 继续看 他这有个羹 他这有个羹 啊 这叫我之前讲了 是不是叫共同符号啊 共同符号 共同符号代表什么呢 哎 有共同语言 啊 能说到一起 能聊到一起 啊 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前一对二离三 正四 熊五砍六根七捆八 前公和更公 他俩是先后天关系 啊 第三个信息就有了 代表这俩人呢 有缘分 哎 综上所述 哎 好像关系还不错 特别是这个恋爱阶段 恋爱阶段关系特别好 关系还不错 啊 男士对他也好 也很阴情 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这儿 同志们 六合宫空亡了 空亡呢 因为六合宫代表婚宁宫啊 代表他婚后的生活状态 那 空亡了 就就就就就就就空了呗 那通常呢 有这么几种情况啊 第一个呢 就是你比如说其中有一方 金融出身 啊 有种聚首离多 啊 或者是名村师傍 这个 先说聚首离多啊 这怎么算聚首离多 也就是出差啊 一国啊 一地啊 这算一种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 两个人是算住一块 啊 但是吧 你干你的事 我干我的事 咱俩就和 就没没什么交流 没什么交集啊 我 我遇见过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 男士上板班 女士上白班 啊 就大家基本上就是 就见不着面那种的 还有你就是 你就有一次给那个出车 司机 给他看 分两口子吧 就一个倒白班 一个倒黑班 一辆车吧 两人开 这这这也属于一种 这个聚首离多啊 当然会代表着 这个 名村师傍的意思啊 就是大家就是 大伙过日 啊 不住在这种状态 那我呢 会更倾向于呢 就是 就是在感情上 啊 因为今年啊 今年还是恐 到了明年 明年一年往这一冲啊 咱之前讲过啊 逢 逢姑看须 逢须看姑的事 明年这边冲出来了 但是挤呢 极形 就为什么容易出现这种空的状态呢 与挤极形啊 代表有这个思域啊 是我这么说不大好 而且呢 挤极形呢 还代表着 就是不懂得感恩啊 就两双方里面有一个不太懂感恩的 别人对你好吧 你好像没什么感觉 这是风险啊 就是咱婚 婚姻里面的一个风险 这个鬼呢 会代表这个 这个两性生活啊 人生活修门门破 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这比如比如啊 我举例了啊 比如有一方啊 想这个亲热一下啊 另一方说累了啊 休息吧 在这儿 就是反正这这块是个风险吧 啊这个婚姻上 这个经营经营婚姻里面的 可能存在了一些需要注意的点啊 人家看事业吧 看事业吧 看事业吧 事业是这么看啊 事业才名啊 来合一块看 怎么说呢 就是咱学的这个技术吧 有的时候呢 确实是牵扯着很多人的隐私啊 我就给大家方法 大家呢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 别再乱说 来看财运视野啊 首先大家明白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我克者为财啊 那我克者为财 当身谁呢 当身是耕吧 耕五行为金吧 那他克谁啊 克木 谁是木呢 一个甲是木 一个呢 乙是木 所以我们要找谁呢 我们要找甲的落宫和乙的落宫 甲的落宫就是知福 那乙的落宫呢 就他呗 是吧 那好了 那我们知道了 哎这是两笔钱啊 这是个钱 这也是个钱 哎 找到了是吧 找到之后 那我们来看 这两个工 和他之间什么关系 一个是生他的关系 一个呢 是我克的关系 其实都很好啊 都很好 因为 你就想吧 钱 生他 对他好呗 想想想要找他呗 那我们看这什么钱 我们说这个 今天咱不学单攻段吧 你开始行啊 行是什么钱 来 乙的钱 乙代表什么 啊 趋着拐弯的 啊 代表艺术 对吧 代表这个艺术加工 那当然也代表中医啊 你来拼嘛 兵 火是吧 要跟火打交道的 你天啊 零九天 嗯 九天金 嗯 九天啊 应该跟思想有关 我看看啊 九天跟金有关 艺术有关 银 还要有火 然后天鹰行 再凑一点啊 鹰掉漂亮啊 漂亮 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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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门代表 汉 汉死 埋 啊 不动 这是个啥 这是个 啊 这什么钱 是个 你当事人做什么呢 这网名写的是 是是是是 断桥铝金刚 网 杀 门杀 这是到底是 到底是个什么行业 你要是凑的话 我看看啊 九天的事 天鹰行的事 临死门的事 你家饼的事 你家饼的事 你这个玉术 这个饼是天鹰行 饼这个装饰 我说装饰的意思 装饰的意思 他这个死门是啥意思 艺术的好看的 你可以理解为这种 这你可以看理解为装饰的是吧 天 天 挂在高处的 或者天上的东西 你做啥的 断桥铝门窗 哦 断桥铝门窗 啊 做门窗吧 就是啊 啊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啊 艺术加工的 饼的 好看的 挂起来的 原创是挂在墙上的嘛 你老公做这个 啊 对死是固定不动的 对 是这个钱是吧 他挣的是这个钱 就是你看啊 有人会问啊 老师你说我干个什么行业好啊 就是这么看啊 是这么看 你看 其实他这个钱吧 嗯 我倒觉得作为艺术品行业挺好 刚才你得结合人家实际情况啊 有这种装饰类的 这种艺术加工类的 嗯 其实这是他比较旺的一笔财啊 这是一个 然后再看这个吧 这也是个钱啊 经文门破啊 但这个钱不太好拿啊 啊 林芝福 芝福代表着高贵的 还代表着显眼的 也代表大钱啊 这个大钱 哎 那这钱挺大呀 天瑞行代表问题 几家人 几家人 林更 啊 几家人更 哎 其实这是 这这有点像这个什么呀 就是 教学啊 教给别人怎么合伙怎么解决问题呢 因为这是个合伙的情形啊 你家人他不是寄贡符号吗 你家人寄贡符号代表多啊 就大家怎么一块合伙干事啊 你怎么修桥铺路 怎么一块干事 就教别人怎么干这个事 倒是一个事啊 也是他能刻住的钱 他这钱有点少 经文门破了 经文门破 就是你一百万的话 就是五十万呗 啊 但是他能刻得住啊 能拿得住 行吧 这是看钱啊 钱和 事业是实 实干是事业啊 就钱是钱 事业是事业啊 有的人事业做的挺好的 不一定有钱啊 有的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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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啥钱 那事业做的挺好 你看 当事人是耿吧 事业还是耿 他是同工啊 同工 你可以翻工看 或者你转工看都行 但是吧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你得先把这个里面翻译出来 事业平台和他是什么 比合关系吧 那说明这个事业平台 他还可以啊 啊 起码不刻他 对吧 没对他没坏处 不刻他 不厚他 悬 更加鬼 更是金属的 鬼是网状的 您其实你看这个项鱼更像他做的这个事 是吧 杜是堵住吗 堵住门窗的 悬 其实这个这个更像他干的这个事啊 事业平台了 这是门窗吗 是吧 堵是 这堵我代表堵的 就是堵住这个外界和内在的东西 然后这个羹是金属的 鬼的本身就是玩 鬼本身就代表玩 叫门窗吗 这事业还行 先把这个事业对他来说没坏处 对吧 哎 我问个事啊 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个事 就是咱们之前用那个 不管用啥吧 用用用各个门派去看这个孩子是男孩女孩哈 你容易出个问题 对你怎么断吧 好像总有不太准的地方 那很多命理师就说了啊 不这个好多没出生的啊 不算啊 那不知道是男是女的 不是吧 我一直在研究啊 我现在又想用器人去断这个事情 也正在探索中啊 不是一个最终结论 我先问一下 你现在 有有个女孩吗 就是孩子 那孩子是女孩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我现在在 有是吧 对了 我现在也得验证这个事 准确率吧 二八开 百分之八十对 百分之二十不对 那这里面吧 肯定还存在一些参数问题 想改行做餐饮 改行做餐饮 你除了女孩有男孩吗 我最近正在研究这个事啊 我多做任意 我也在不断精进 你肯定是有个女孩的 餐饮 你其实做餐饮不太合适啊 除非什么呢 除非你把终身去调了 为什么啊 我跟你说说 他的这个钱里面 其实有这个能量 有嘴 是吧 吃东西的钱 有 但是门破了 应该把这门破解决了 而且吧 我还建议你做什么呢 你如果要去做的话 如果要改行做餐饮的话 我建议你做什么呢 做这种 这种健康养生类的 类的餐饮 比如说 素食 是叫素食 素食算一种啊 素食那种素食餐饮 或者是那种瘦身餐 或者是那个 反正你要跟健康挂上钩了 这种东西 那为什么啊 天锐性 啊 天锐性就代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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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身代表这个问题 对吧 啊 代表麻烦啊 那你要这么想 你不能说吃一口问题麻烦吗 你要反着想啊 就能够解决问题麻烦的东西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这个这个这个知福 高贵的名贵的是吧 哎 你是高贷上 啊 这种这种健康食品啊 或者是这种 就是 我这个话怎么说呢 我没没没想好 这个这个 怎么组这个词啊 嗯 打健康类的 养生类的 餐饮 你可以挣这个钱 几家人 几十谁要看啊 几十 而且你做吧 你要自己做 你不要和别人合伙做 哎 为什么 来问同学们 大家为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他要做的话 最好自己做 不要合伙做 为什么 不是不是一个啊 就是如果你要做餐饮 累到 嗯 你往那个健康养生 上靠边 往这往上靠一靠 你要健康养生 几家人 人更 几家人 你要做餐饮 你还不 你不 你还不如开那什么呢 开那个什么 是 喝饮料 喝酒的地方 但是吧 我还是一句话啊 你这个你 你 你个经门门破 本身你就是钱挣的 有点 有点有点 有点麻烦 哎 麻辣烫行 哎 麻辣烫行 为什么 我刚才没想到麻辣烫 麻辣烫还真行 麻辣烫真行 因为那个 这个挤呢 代表挤也代表嘴啊 鸡也代表嘴 啊 净门也代表嘴啊 人不得水吗 啊 带汤类的 带汤类的是可以的 啊 直浮 直浮也代表着这个这个这个木制的吧 就是这种蔬菜啊啥的 麻辣烫行啊 麻辣烫真行 对反正你就靠不上健康这个边了就 这个天瑞星在这吧反正就有点别扭啊 天瑞星嘛就代表这个这个食品安全啊你得注意点 所以为什么要让你打健大健康呢 就把这事盖一个 换一下这个经文门破不大型 为啥想干你餐饮啊 我身边好多朋友干餐饮 这都不挣钱啊 你看着挺热闹 咱说这个餐饮都是对半的利润是吧 你10块钱能挣5块钱 至少挣5块钱 但实际上就算了 这个钱挣得也挺辛苦 反正从你这面具上来讲吧 你要是干餐饮 我不是太建议啊 还有个事他这个他这个命具有个特点啊 大家发现了吗 你看啊 这是他本宫吧 这是他老公的本宫吧 这也他代表他事业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财的这个本宫吧 这个代表事业平台的本宫吧 哎 你看啊 多没思泰啊 多没思泰啊 是不是特别好 特别好吧 咱学阴阳的时候 我说过一个观念啊 就是对宫 就是对面这个宫啊 是他的限制和说明 啊 记得吧 就他是阴阳面 他俩是阴阳面 你会发现个问题 就是能够看见和呈现的都特别好 但是他的背面都有问题 你看他的背面这个心入目了 太原本破 你看他这 几极形 然后这个幽灵空王 这代表什么呢 啊 他代表一个代表一个信息啊 就是他好的时候吧 就特别好 要差的时候呢 特别差 就比较极端啊 就两极话 我几怎么写 两极话 就流年好的时候就特别好 流年不好的时候就特别不好 你可以理解于大起大落了 可以理解于大起大落啊 所以就看年份了 你看啊 明年是不是到了任云年了 任云年到这了吧 任云年我看啊 一冲就冲过来 你看啊 这就这叫冲啊 叫冲 他一冲呢 这空王就不空啊 不空 但是机型就更厉害 你就这么理解吧 虽然能量很低 他现在能量低这是一个事啊 就能量低是一个事啊 但是呢 能量低归低 但是机型的能量也低 那明年一冲出来 这不空王了 这能量是高了 那机型的能量也高了 所以第一明年婚姻工就不太好啊 就是夫妻之间 第二呢 他如果你比如说 河边是合伙 包括这个这个六合工 还代表着下属啊 下属孩子 客户啊 就是他那样就不是太好 一冲了嘛 一冲不冲出来了吗 对了 现在同学问了个什么问题 来我说来课程上讲 哦 复营局的事是吧 行吧 你这个我你这个我先看这吧 是吧 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不建议合伙呢 因为六合工 他是处于空王家畸形的状态 就是因为 如果他合伙的话 明年就残了 明年就冲出来 忘恩负义 你知道吧 你几集型吧 就是人有私欲 不懂得感恩 可以挑啊 他没有专门的终身局条理啊 就他空的时候吧 反而还好点 为什么呢 就空的时候吧 最多不上心 啊 你投点钱我啥不办 你你弄吧 啊 做事的不大上心 就最多了 他问题是 你到了一年到了三年的时候 他能让一出来 他不但不上心 他还给你唱反调呢 对啊 婚姻也是个问题 因为六合工也代表婚姻工嘛 所以婚姻工也是个问题 啊 其实他俩吧 你看 这是什么呢 好的时候特别好 是吧 你看这俩人 又是又有缘分 又有工程符号 男的还生他 对吧 特别好 那你 那这这一冲就麻烦了 对吧 你这个中校也没有十天十美的 一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会出现一些症状出来 钉是不是可以补充说明 钉不在这看啊 在这看啊 同志们 刚才我看了 刚才有个雾是吧 这啊 这说明问题 他的引干是不是鬼啊 雾鬼是什么观念 合吧 你再看这边 他下面是个饼啊 不不是饼 这这这这 这不对 当神是不是 你啊 他外面是个羹 他一羹 而且做了个饼 这个信息就丰富了 我们说这个情人符号是谁来 一丙 丁吧 他留和公有丁吧 不一定出问题啊 但是你要 从他们两个落宫里面要出来一丙丁 就有点问题了 如果这个代表他 媳妇 就他两个人的话 那这个是谁呢 这个这个就 就是风险了啊 这就是风险了 而且呢 他坐下呢 又有个雾鬼盒 那就意味着 也会有 男士喜欢这个女士 所以两边都会有啊 就是你可以把这理解的为家 房子 这房子外面有个人 想和他合吗 这么理解 这个呢 就是 就是 你看这个是整口是相反 就是他是一样 他邪不在外面 是吧 那下面他做了 就心里面他想着一个人 丙吗 所以说这也是婚姻风险啊 也对啊 你你这个悠然 你这样理解也对啊 就是但是你要想什么呢 你要想他六合公的政权 那就是婚姻的政权 不就是就是 就是证书呗 对吧 就是 结婚证 结婚证 当然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他俩现在在一起了 才领了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丁是代表证是吧 六合公的证 他不就是婚姻证吗 婚姻证他不空了吗 当时在一块的时候 他没领证呢 哎 也代表办假离婚啊 也代表办假离婚啊 也有这种含义在里面啊 好了 这个就看这了啊 我说一下福音局的事 说一下福音局的事 今天同学问了啊 关于福音局的事 这个福音局啊 他分这个兴福音和门福音 还分兴门福音 这个就典型的兴和门都福音了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门在原来的位置上 兴动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兴在原来位置上门动了 啊 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兴呢 会代表内部 门呢 代表外部 那我们再测一个企业的呢 就我答企业举例了啊 假如 兴 浮阴了 门 动了 代表什么呢 外面你看着他 哎呦 张灯接彩的弄得挺热闹 但是内部已经动不了了 啊 内部已经停滞了 那如果反过来说的话 如果这个门浮阴了 心没浮阴 那说明什么呢 你别看外表上 外在这个公司停滞不前了 但是内在的运转机制 还是比较顺畅 啊 你就是这样的理点 就所以分 兴浮阴 门浮阴和兴蒙浮阴 略有区别 但都是浮阴局 清晰了哈 好了 那咱今天课程就讲到这了啊 然后呢 后天课程正常进行 我先试试试试试试